同学们好 我们这一讲开始介绍一下计算机网络安全相关的基本内容 那么首先我们看一下网络安全的基本状况 我们这一讲里边引致的一些结论 包括一些数据主要都来源于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处理协调中心 发布的2014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 这本书 那么首先看一下我们国家目前的互联网的基本状况 截止到2014年12月底 我们国家的互联网 那么有这样几个数据 我们也可以一起看一下 那么互联网的网站总数是364.7万个 独立域名是481.2万个 ISP那么是1068家 网民规模达到6.49个印 其中手机网民的规模已经达到了5.57个印 那么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几乎所有的网民都同时也是移动互联网的用户 那么互联网在我们国家的普及率应该说已经达到了47.9% 那么这个普及率至少在发展中国家是非常高的 那么要考虑到我们国家的人口基数的话 那么这个覆盖面是非常大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基于这个报告 概括的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我们国家 当然也包括国际上互联网网络安全的状况 基本是什么样的 那么总体来说 我们国家的互联网的网络安全状况 总体上发展平稳 也就是说没有大起大落的这样一个恶性问题 或者说这样一个恶化的趋势 但是形势依然严峻 那么主要表现在这么几个方面 第一个呢就说呢作为基础网络 仍然存在较多的一些网络安全的一些漏洞 那么比如说呢2014年 那么这个国家网络 国家计算机网络应急技术协调处理中心 那么这个给出的一个数据 那么它协调处理的涉及电信企业的漏洞事件 达到1578起 那么这1578起里面都是跟电信企业有关的 那么另外呢 在国家信息安全漏洞共享平台上收入的 那么于这个基础电信企业这个软硬件呢 资产相关的漏洞达到呢 825个 那么这其中啊 有66.2%都是跟网络的基础设施 比如说路由器交换机等等 这样些网络设备相关 那么也就是说呢 基础网络的这个漏洞风险 还是比较突出的 那么另外一个随着网络的这个 云服务的这样一个发展 云平台的大量建立 私有云 还有这个公共云的建立 那么在2014年来看呢 网络安全呢 那么对云服务的这个网络攻击 那么逐渐逐渐的凸显 也就是说呢 云服务那么日益成为了网络攻击的一个重点对象 那么再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针对域名系统的这个拒绝服务攻击 也比较频繁 比较频繁 比如说这里有几个数据 那么2014年全年 针对我们国家的域名系统 那么流量规模达到一个GPS以上的这种拒绝服务 拒绝服务攻击事件呢 那么平均每天有187几 187几 那么这个还是比较大的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对于的重要网站的一些域名篡改的这样一些攻击 发生比较频繁 发生比较频繁 那么作为这个2014年的这个网络安全状况来看呢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网络攻击的这样一个威胁啊 逐渐在向工业互联网渗透 比如说 2014年9月份就出现了一种远程木马叫HIVIX 那么它呢 是利用开放的通用通信协议 这样一个工业通信技术 那么扫描了工业系统的这个联网设备 那么收集了公控设备的这样详细信息 并且进行回传 那必要的时候它还可以接收 那并且执行的一些恶意代码 那么这个呢 对于工业系统来说呢 实际上是威胁啊 是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 那么大家也可以想象一下 那么随着这个工业互联网 物联网技术的发展 那么这些这个安全问题 也会越来越突出 那么对于这个工业互联网和物联网的这样一个安全威胁啊 那么就相比较于传统的互联网的威胁可能更大 更严重啊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这个聚接服务攻击里面呢 呈现的一个一个非常典型的特点 就是采用分布式反射性攻击啊 这样一种形式呢 越来越突出 越来越多 那么再有一个呢 就是在一些重要的行业和政府部门 一些高危漏洞的事件呢 出现的比较多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基础应用和通用软硬件的这样一些这个漏洞风险比较突出 比如说呢 在14年呢 比较比较典型的两个漏洞 一个是心脏触血漏洞 那么还有一个呢 破壳漏洞 心脏触血漏洞和破壳漏洞在这个14年 那么都这个是非常具有的这个代表性的啊 这样两个漏洞 那么 还有呢 就是作为漏洞风险 向传统领域和智能终端领域呢 进行泛化引进 那么随着我们近期呢 这个互联网家的这样概念提出 那么我们大家也知道 所谓互联网家就是呢 互联网加上传统一个传统行业 那么事实上呢 随着传统行业呢 逐渐的这个融入到我们互联网之中来 那么这种这个安全的风险 那么也在向传统领域啊 什么电力啊 这个高速高速公路啊 等等等等 那么这样些领域里面 能源领域里面进行这个 进行渗透 那么再一个方面呢 随着我们移动互联网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很多智能终端 那么也成为我们网络一部分 那么这个时候呢 网络安全呢 也呢 随之啊 威胁也随之呢 进入到这个领域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网站的数据和个人信息的泄露 也是比较高发 比较高发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技术的发展 那么移动应用程序啊 那么也成为呢 我们的网络中数据泄露的这样一个主体 一个主体 那么移动这个恶意程序呢 逐渐逐渐的也呈现的 从早期的一些主流的应用商店 逐渐向一些小型的网站进行卖 那么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14天呢 对于移动互联网这一块呢 出现了一个比较多的一些 短信拦截的一些恶意程序 那么这个短信拦截的恶意程序呢 对于我们个人用户来说 威胁是非常严重的 非常严重的 因为呢 它可以拦截我们的一些这个 验证这个短信 那么最后导致我们的用户啊 一些身份信息泄露 那么甚至导致一些金融财产的一些损失 那么作为这个14年呢 我们国家的互联网的安全呢 在金融和电信领域里面 那么出现大量的一些这个网页冒充 或者仿制啊 这样一些所谓的钓鱼 这样一些这个现象 那并且呢 作为传统的钓鱼网站 那么出现了逐渐向云平台 进迁移这样一个趋势 那么再有一个呢 特点呢 就是针对我们国家的一些政府们 或者一些重要行业的一些单位网站的啊 网络攻击 这个频度 烈度和复杂度 那么也在加剧 也在加剧 那么因此总的来说呢 对于我们国家呢 网络安全的状况来说啊 还是比较 形势是比较严峻的啊 对于我们啊 这个网络安全来说呢 也是呢 非常紧迫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从一个角度呢 也可以从这个一些数据啊 看一下网络安全的这样一个形式啊 那么我们分这么几个方面啊 也是基于这个 刚才提到这个报告啊 一个呢 就是木马和僵尸程序的监测 那么将木马和僵尸程序的监测呢 在14年 那么监测到 控制服务器的IP地址总数呢 是104230 那么当然 同比也就说呢 于2013年相比 有显著的下降啊 显著下降 但是总数仍然还是比较庞大的 那么寿木马或者僵尸程序控制的一些主机IP地址数 总数呢 达到了1399万1480 总体数量也在 总体比例在下降 但是呢 总数仍然比较高 大仍然比较高 那么另外一个呢 就是在14年呢 有一个呢 叫非常典型的一个叫飞客乳虫病毒啊 它是利用这个 Windows操作系统的一个漏洞 那么去随机的攻击一些主机 攻击成功以后 那么会下载一个木马这个病毒 并且呢 这个利用这个木马病毒呢 去这个阻止这个网络安全的这样一些 或者防护的一些软件去访问一些这个 它的一些这个更新网站 那么这是呢 它的这个一个监测的结果 那么每个月 那么将近943万台主机 被这个飞客乳虫呢 进行感染 那么另外一个方面 就是移动互联网的安全监测 移动互联网的安全监测呢 从这个捕获 或者通过厂商交换 获得的这个移动互联网的恶意程序 样本数呢 达到了951059 那么这个是呈现一个上升趋势 达到百分上升了35.3% 那么其中呢 最最典型的恶意软件呢 应该说是恶意扣费类的软件 占的这个比例最高 那么占到55% 那么其他的 其次是这个自费消耗类的恶意软件 还有这个隐私窃取类的恶意软件 那么从这个平台角度来看 作为移动互联网安全这一块呢 最严重的 或者说针对目标 最典型的 那么就是这个安卓平台 安卓平台 那么安卓平台呢 那么这个恶意软件呢 大概占到99.9% 那么大家可以看出来 主要针对安卓的 那么还有0.1%呢 是针对赛班的 赛班系统的 那么所以呢 使用安卓操作系统的这个手机用户 那么我们可以说呢 这个安全 这个移动互联网的安全问题 是一个非常严峻的一个问题 那么从这个网站安全的这个角度来 监测角度来看呢 那么我们国家呢 境内被篡改的 被篡改的网站的数量 那么达到呢 36,969个 上升了45% 那么这个比例的还是很高的 那么其中呢 政府网站呢 是1,763个 这个从比例来说 那么下架了 那么监测到的仿冒的或钓鱼网页呢 达到了99,409个 那么监测到呢 这个有40,186个境内网站 被植入了后门 那么从安全漏洞角度来看呢 那么作为这个CNVD啊 那么收集到这个新增的网 网络的这样一些这个漏洞呢 达到9,163个 那么这些漏洞呢 主要呢 是应用程序漏洞 外部应用程序漏洞和网络设备流动 那么从上面呢 我们概括看了一下呢 我们说 2014年中国互联网网络安全报告 这样一些这个结论和之间一个特征 或者这样一个数据 我们自然可能就要问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总提网络安全 网络安全 那么如果我们把这四个字 再加上两个问号的话 我们势必可能就要问 网络安全吗 网络到底安全不安全 那么根据我们前面的分析呢 我们自然可能会想到 那么 针对网络安全的这样一个现状 我们可能自然会想到 网络不安全 网络不安全 那么甚至可能悲观的来看的是 网络非常不安全 当然了 我们说没有绝对安全的网络 没有绝对安全的网络 那么应该说 客观的说 我们说网络不十分安全 不十分安全 或者在某些情况下 某些情况下 某些场景下 可能是不安全的 不安全 那么当然了 作为我们的课程 我们的课程 我们就需要探索或是探讨 怎么样让网络更加安全 网络更加安全 所以网络安全的目标 事实上是让我们这四个字变成网络安全 当然这个网络安全 我们说不是绝对的 是也没有绝对的 也没有绝对的 好 我们这一讲就到这里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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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